IPD,所以IPDOK的,再来是LEN,LEN的话这边长度啦,其实也非常简单,长完书里面找到文字里面的L开头了 LEN,找到LEN,那可以算什么,这个字串的总长度,所以给它一个 它的字串,它帮你算10个字,有没有,Return回来是10个,所以往下填满 那是否正确的话,你们可以用什么,用IF来判断嘛,那所以IF来判断的话 可以用逻辑里面,IF在逻辑里面,这边有一个IF,按确定,那条件是什么,条件是这个储存格如果等于10的话,表示是正确的 所以是否,比如上面再加一个栏位名称,叫是否正确,那你如果是正确的话,就是yes,反之就是no,这边的话就输出一个判断的结果 那因为它输出是一个字串,所以前后都有加双引号,双引号加在前后,表示它是一个字串,或者叫文字 给它确定,那这样的话呢,我会把它自中一下,向下填满,这样就会出现是否正确了,所以总共两个,一个是计算长度,一个是判断是否正确 再来的话,性别,这个顺便讲一下,这个性别,我们也是用文字函数里面,会用到这个一个密的函数 那我要怎么去抓到性别,身份字号的话呢,一般是第几码呢,第二码嘛,对 那这一码主要是决定它的性别,所以呢,我第一个,假如说要抓到第二码 那这个字要只有抓一个字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用mid,所以插入函数里面,不知道各位对那个mid的函数熟不熟啊 在文字里面,一样会有一个叫做mid的函数 这个其实是mid的,指的就是说,按确定之后,它会跟你要三个东西,第一个 你的字串,身份字号 第二个讯息说,你要从第几个字啊,我们要从第几个字 一二 第二个字,取几个字呢 我们只要一个字嘛,所以这边输入一 它回传回来的,就会是什么 诶,有没有 它就帮你第二个字,第二个字,一二,取几个字 取一个字,就是一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取的三个字的话,你会发现就是 一二三 那如果你要后面的那个,除了英文字母以外的 这数字的话,那就是给九个字 第二个字开始,取九个字,有没有 那因为这里性别只要一个字,所以我们就一按确定 那上下填满,当然就只有性 不过性别,当然不是 不是这样子 而已,你要把它改成什么,改成男生 或女生,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 先做出来之后,然后你可以两阶段做,第一阶段做完之后,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在插入函数,特别减的时候不要等号,等号不要减到 再到 逻辑里面的一幅 按确定 这个时候,它跟你要三个资料 第一个,你的逻辑判断 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等于什么呢,如果等于一的话 那就输出男 反之的话呢,就是输出女 对不对 因为一的话是男 反之的话就是女 OK,那这个是逻辑判断 男 女 不过,你会发现 按确定之后 上下填满 全部都是女生 请问 为什么 其实想说 老师公式 没有错 其实最重要,也是最容易发生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 他这个地方密的转出来的 这个 他如果英文数字夹杂的话,他一定会把它当成文字看待 所以这个一 他是这样的一 跟 这样的一 其实是不相等的 这个是文字的一 这个是数字的一 两个在以尺友里面都会存在 看起来也许都一样 但是 在比对的时候 就是不一样 所以如果说你要正确的话,应该要把后面的一加上 双引号 这样按确定 就会正确 因为 他抓回来是一个 文字的一 所以你比对的条件 也要是文字的一 这样才会是正确的 打勾 就完成 所以这个地方是LEN的 延伸性的练习 那我们有这个跟 这个的概念之后的话 再等一下解决 这个问题 这边 拉宽一点好了 因为可能会 放不下 那我要怎么利用 这个跟这个 去解决 综合练习题的问题 其实这边后面 建议各位这个把它改一下 改成两码 这边改成一码 这样会比较清楚 因为都三码 做出来好像没感觉 那我们要怎么样 用 REPD加LEN 可以解决这边的问题 想想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以下 试试看 先把那个 REPD LEN 练习完 再来我们来看 综合练习 所以这个是有阶段性的 因为直接来看 可能你们会 一下子没办法 有些同学可能没有办法 马上进入那个 情境 那我们阶段性的 REPD LEN 再放过来 那就是 第一种方法 比较复杂 那有没有更简单方法 更简单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